夏日的青岛 红瓦绿树 碧海清风 十五时三十分许 习近平来到某潜艇部队 习近平首先听取了 部队建设有关情况介绍 这是你当时是开创 开创对 请主席进去 军港码头上 前不久参加过 南海海域海上阅兵的 某新型潜艇 扶拨近卧 满旗高悬 艇员们在艇面上分区列队 精神抖擞迎接习近平到来 主席同志 海军长长十六号艇 准备完毕 请进市长 习近平登上潜艇 走到艇员们中间 习近平一直牵挂着 常年奋斗在深海大洋的潜艇兵们 多少年了在这里 我在这服役21年了 21年 你怎么样在这岗位上 现在已经很熟悉了 很熟悉 是 喜欢这个岗位吧 喜欢 感觉在这工作很光荣 操作这么一艘潜艇 这个技术上的要求 要求非常高 难度高吧 是 你们是那个参加了海上阅兵 是 我们这感觉非常光荣 习近平下舱室 进战位 详细了解武器弹药技战术性能 他勉励官兵们坚定理想信念 建设坚强集体 把打赢本领搞过硬 习近平在潜艇航舶日志上 郑重签名 潜艇 这是作为一个国之重器 要打法阵 寄希望于你们在 这个时期 使我们的海军 使我们的潜艇部队 有一个迅速的提升 离开码头时 习近平特意走向 停泊在附近的另一艘潜艇 大家好 向整齐战坡的官兵们 挥手致意 习近平在综合模拟楼 查看了潜艇部队训练情况 模拟训练设施怎么样 能不能满足需要 有没有实际困难 习近平边走边看 叮嘱有关方面 加强训练条件建设 为部队训练提供有力支撑 在声纳听音训练室 官兵们正紧张进行 声纳听音识别训练 习近平现场出题抽考 官兵们踊跃作答 看到一名战士爆出的答案 准确无误 习近平竖起大拇指 为他点赞 他们要靠一些潜艇部 对 还有专门的潜艇部队设 有基本条件的才能到宋长兵 对 没错 谢谢 离开潜艇部队 习近平来到北部战区海军机关 亲切接见北部战区海军 不失职以上领导大陆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听取了 北部战区海军工作汇报 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 要正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 加强各级党组织建设 持之以恒 正风速迹反腐 要狠抓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满腔热忱 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 14号上午 习近平在济南亲切接见了 处山军部队副师职以上领导大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中文字幕提供 点栏 转发音乐